Yo what's up我是eas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又到了周末了 到了咱们一周球鞋开箱时间 今天在小桌板上我们开六双鞋 好的 这应该呢是2023年第一期一周球鞋开箱 这里呢 祝屏幕前的各位啊 新年快乐 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万事如意 我觉得事实顺心呢 非常重要 像2022年呢 对于我来讲呢 就相对没那么顺心 那遇到一些糟心事呢 首先会影响心情啊 第二呢 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那真的是呢 希望屏幕前的各位不会经历我所经历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好 这个系列的视频呢 今天应该来讲是第86期了 数字非常的吉利 这个系列的视频在每周六更新呢 也连续坚持了86周 马上咱们就快100期了 好 每到年底呢 12月份呢 或者是1月份发售的球鞋呢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期视频呢 球鞋的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我最近呢 也是刚刚入手了这双成龙虾的特殊盒啊 那也是在路上还没有到 应该呢 会出现的下周的一周七月开箱 好 那废话不多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周的球鞋 首先呢 这三双都是同一款 但是呢 他却给我发了两个不一样的盒子 一双呢 是这个AJ1的盒子 另外一双呢 却是这么一个盒 很像奥特莱斯的盒子 我很怀疑这双鞋就是从奥特莱斯发出来的 好 那这三双呢 就是我面前的AJ1D8的湖水绿配色 那这个颜色的高猫版本呢 其实呢 我是从一个二斤上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收到的 当然了 我自己首先非常喜欢这个配色啊 那这个所有的外轮裤呢 都是一个几笔的材质 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同时湖水绿的颜色呢 又比较好看 当初那一双鞋 发售的时候啊 很多人不看好 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打破了AJ1经典配色的原则 没想到呢 过了几年以后呢 那双鞋已经起飞了 关于D-Burn的这个版本呢 其实早就之前原价收入了 我觉得上脚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不错 主要呢 是优于上面的质感 这个呢 是简单的上脚效果啊 我也换了两条鞋带 一双这个橙颜色的鞋带 我感觉换上这个以后很有忧似的感觉啊 这边呢 还是做了一个原装的这种湖水绿颜色的鞋带 大家觉得哪个颜色的鞋带好看呢 那这三双呢 其实都是在之前啊 Nike ABB补货时候抢到的 那这双鞋的大码呢 或者是技巧码呢 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利用空间 虽然这一次补货呢 只有大概8码啊 到9码这几个尺寸 但这几个尺寸呢 是中间码数啊 也都没有溢价啊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长期来讲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也是为什么呢 又抢了三双 那最近呢 湾区也是疯狂的下雨啊 我是没有办法穿这种几皮的球鞋的 也是非常期待呢 春天到来 雨季过后 也想把这双鞋拿出去穿一下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那同一老规矩呢 请大家呢 给这双鞋的颜值打一个分数啊 1到5分 你会给几分 那旁边这个盒呢 虽然很奇怪啊 但是你看鞋盘上面的label呢 或者是货号是一模一样的啊 好 下双鞋呢 其实在我的频道已经开过了 就不想多讲了 这双鞋呢 是我老婆的尺寸 也是之前发售的超秀鸭 MX1 这次呢 是一个山河道配色 它呢 相当于也两个配色都收齐了 我个人觉得女生穿这两个配色呢 颜色都有点过于的深啊 但是她呢 反而更喜欢更深颜色的那一双啊 就是这种黑绿配色 所以这双鞋呢 我觉得大概率呢 它是应该会退掉的 哇 这个皮质太赞了 哇塞 好 那这两盒呢 都是H1高班的Gorge Green配色啊 这个皮质呢 首先 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的好 摸起来呢 也很厚实 属于这种比较柔软的皮革 好多鞋呢 如果皮质做得非常厚呢 会表现得很硬 但这双鞋呢 我觉得是一个反例啊 我是感觉上脚不用质疑啊 应该会很舒服 好的 同样呢 颜值分1到5分 屏幕前的你呢 会打几分 我们简单来看下细节 首先鞋面的外轮阔部位呢 都是一个荔枝皮啊 上面的纹里还是很清晰的 Toebox呢 以及填充部位 现在看起来应该也都是荔枝纹啊 非常非常的棒 鞋身侧面的Nike Swoosh呢 做了一个银色的钩子啊 这个钩子我觉得不如换成黑钩子好看 但是呢 它其实为了硬核上面的这个飞翼logo也是一个透明的材质 从而呢 选择了这种银色的Swoosh 其实跟之前呢 有一个日本系列的这种银钩子啊 包括银色的飞翼logo呢 是如出一辙 首先这双鞋的配色比较简单 上脚呢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特别差 质感上呢 刚才讲过了 我觉得也非常棒啊 分数应该会很高 但是做工上来讲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瑕疵啊 我这双翼胶呢 还算比较明显 同时呢 在脚踝这个部位 镜头前面貌似不是特别明显啊 这里呢 明显有一个蹭过的痕迹啊 有一点点黑 好 这次的产地呢 也是made in china 除了刚才发现过的两个问题 其他也没有特别大的毛病 所以我觉得也是接近这种 aj1正常做工水平吧 那入入这双球鞋呢 主要的目的是给大家做一下开箱 看一下这双球鞋呢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我呢 其实只入了2000 2000的都中了 现在来看呢 在亚洲情况下也是一个随便买的状态 那到底这双鞋我推不推荐呢 首先如果你没有aj1的情况下 你能够以一个原价或者低于原价的价格呢 入手这双球鞋 从上面的皮质上来讲呢 我感觉自穿性上是不用多说的啊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颜值上来说呢 这双鞋也属于比较好看的系列 所以不要去看在售价值去收鞋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自穿啊 这双鞋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如果呢 你开始系统的收集自己的aj1啊 或者是aj1高帮 那么呢 我会推荐你给自己定一套比较系统的规则 比如说像我呢 比较偏好收这种白底黑钩子 那像这种银色的钩子呢 基本上呢 我就不会再去收了 再比如说呢 好多人喜欢这种啊 脚趾配色 想把所有的脚趾配色收齐 或者呢 喜欢收这种外轮廓是一个颜色 填成不为白色的 那这个呢 也相对属于那一个系列啊 所以当你开始系统收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很多个模式 那当你能够收齐一套系列的时候啊 这个乐趣真的是无穷大的 好 那今天的快速开箱 或者说简单开箱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认为这些影片还不错 或者你非常喜欢今天开过的某一双球鞋 不要忘了给你来个素质三连 点赞 转发 叫留言 Take it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 不要忘了下期有龙虾哦